许杰听王叔的话更新冷 姑父对他不薄 那还不是叫他陪柳云送死 许杰 这里可以杀人吗 慕九熙看探四周已经看过来的百姓道 许杰回过神来 连忙看向慕九熙道 小九 这是黄兜 不能随便杀人 柳云立刻出来道 这老不死 是我刘府的狗 主人杀狗是可以的 柳云被王叔的一句蠢小姐 彻底激怒了她的凶性了 慕九熙看向许杰 许杰一愣后点头道 原来说得不错 主子惩罚吓人 那是天经地义的 老不死 听到没有 不想死 快点滚 我虽然是你家小姐雇佣的奴婢 但脾气实在不太好 慕九熙嘴角勾起邪恶的冷笑 王叔背弃得瑟瑟发抖 他长这么大 真的得没受过这种谩骂 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 卧槽 这奴婢可真破辣 旁边有老百姓就开始议论起来 主要被慕九熙的强悍吓到了 柳云小姐 这是这么了 怎么和自己人对上了 好像是柳云小姐刚回城 不想回去刘府 柳家主这是要强行让她回府 奇怪 她不回府要干什么 听说去六王爷府 两家有婚约 柳云很快会成为六王爷侧妃 马上要澄清了 为何现在急着要先见六王爷 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鬼知道 只有他们自己清楚 你们说会不会打起来 那丫头好凶啊 好想看打起来啊 打打打 好久没热闹看了 百姓们站得远远的看戏起哄 这边王叔怒瞪柳云道 四小姐 你执迷不悟 就不要怪王叔不客气 狗奴才 你不过我爹身边一条狗 还真当自己是人了 居然敢对本小姐放肆 小九 杀了她 柳云直接下命令 慕九熙小丫头 是 小姐 慕九熙答应一声 对拦在中间的许杰道 杰少爷 我来吧 小九姑娘 杀狗何须脏你的手 让在下代劳吧 叶涵立刻上前 拔剑出手 也对 我的手这么好看 沾血就不好了 你来 慕九熙转身就回到柳云身边 目光瞥了她眼 柳云有点尴尬 但还是鼓起勇气到 速战速决吧 说着 赶紧上马车躲起来 小姐说得对 速战速决 慕九熙又说了一声 是 叶涵顿时长剑出手 直接刺向王叔的胸前 不自量力 王叔气得立刻提剑就挡 两人顿时在大马路上打了起来 叶涵实力不弱 可以说已经很强的 但王叔的实力居然也不弱 果然是江湖人士 应该是柳家主雇佣地回来的 王叔后面三个侍卫也杀上来 许杰和疾风出手 疾风手起刀落 速度犹如闪电 一下子就放倒了两个 不过没有见血 而是直接砸在他们的后脑袋和后脖子 人有可能死 也可能只是昏迷 疾风懒得去查看 许杰几个回合之后 也放倒了最后那个侍卫 侍卫手臂上血肉模糊 是被许杰直接刺中了 侍卫不敢再站 躲了开去 看向王叔那边 此刻王叔已经开始被叶涵压着打了 目九熙看着这一幕 嘴角勾起 这是叶涵历练的好机会 之前虽然危险重重 但对手本身实力不高 王叔不一样 和叶涵其实相差不远的 但叶涵跟着目九熙多了 精力危险多了 反应能力和学习的各种杀招之后 整体实力都提升 经验更是丰富了不少 哇塞 这侍卫很厉害啊 老家伙不是对手 柳云小姐的人实力都不错呀 会不会死人啊 刘甫以后是庶女柳云小姐 要崛起吗 刘甫庶女也很受宠 毕竟都是要攀富贵的棋子 这个蛮横四小姐 居然能有如此手下 真是走狗使运啊 老家伙说了 一声惊呼之后 大家就见王叔的腰间 被叶涵刺中 整个人立刻后退捂住腰部 手掌上立刻一出血液 他震惊无比地看着叶涵 随即看看马车和地上的手下 四小姐 你 你很好 老夫会告诉家主的 王叔不敢恋战 顿时转身就跑 喂 木九熙叫唤道 我让你走了吗 王叔一愣 转身回来道 你一个贱臂 敢阻挡老子不成 柳云 你可知道杀了我 你爹就再也不会 要你这个女儿 柳云气得冲出来道 他现在的所作所为 难道是要我这个女儿吗 王叔 我不会那么喘了 你敢骂小九 你就该死了 疾风身影一动 长剑出手 直接从后面贯穿了王叔的后背 王叔猛地震动一下 老眼瞪出 不甘心地看着愤怒的柳云 慢慢地往前扑倒下去 卧槽 真杀人了 鬼叫什么 这老家伙是柳家主的亲信 对四小姐如此不敬 死了也活该 官府不受理这种家务事 四小姐和他父亲 这是闹翻了吗 卧槽 刘府要变天了呀 这些大家族 没一个人好人 你们操心个什么劲 老子就喜欢听大家族之间 自相残杀 哈哈 老百姓们纷纷议论 很是火爆 许杰叫家卫 把人和尸体都处理一下 反正刘府很快 也会有人来收尸的 走 柳云立鹤一声 其实他此刻手脚都冰冷的 他知道从这一刻起 自己和父亲 可能真的要决裂了 木九熙嘴角一勾 上了马车 看看面色惨白的柳云道 怎么 刚才不是很威风吗 柳云瞬间泪眼汪汪道 小九 我真的要走投无路了 六王爷万一觉得取我没用 我可怎么办 你有我们在 你就是有用的 木九熙算是安慰他了 柳云呆愣了一下 随即眼睛亮了 是啊 只要小九他们在他身边 那就是最强的战斗力 六王爷要知道 他身边的人如此厉害 肯定也想要这几个人的 那他就一定会对自己好的 可他们早晚都要离开的 到时候又怎么办呢 对了 生米煮成熟饭 给六王爷生个孩子 母瓶子贵 那时候自己就安全了 你早该死的人 现在还没死 已经是赚了 想那么多干什么 船到桥头自然直 木九熙看他面色多变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很快 马车就停了下来 鱼儿 小九 六王府到了 外面许杰的声音响起来 第351章 叫他去看戏 木九熙立刻道 柳云 整理一下自己 你是刘府小姐 要有底气 不用害怕 说完他先下马车 站在马车边 他是柳云的丫鬟小九 柳云此刻对木九熙 是非常依赖的 木九熙说什么 他都会很听话 所以 他立刻整理自己 然后等待着 木九熙看着眼前 凤老六的王府 嘴角微勾 确实很大很气派的样子 整条街都占据了一半 另一边也不知道 是哪家高官了 门口有四个守门的侍卫 大门是敞开的 可以看到里面大院子 不过中间一进去 有一座高大镂空的石头屏风 让人从外面也看不真切 柳甫四小姐 柳云小姐 里面出来一个小老头 灰白色的头顶 背脊都有点弯 但木九熙瞬间眼睛就眯起来了 老头子看上去好像木黏之色 但脚步很轻也很稳 最特别的是 他那双向阴爪一样的手 和常人很大不同 当然整个人的气息虽然很内敛 但木九熙还是感知到了危险 这个小老头 是个武林高手 看来凤老六这府上 也是卧虎藏龙 高管家 是柳云小姐 想见六王爷 许杰微笑着说道 还请高管家通报一声 高管家抬头看向马车和侍卫 叶无恒在马车后面 高管家也看不到 前面四个家卫在前 叶寒和吉峰在后面都滴着脑袋 气息收敛着 最后高管家看向木九熙 木九熙对着他微微扶身 柳四小姐马上要成为六王爷侧妃了 既然有事求见王爷 先请偏殿休息 老奴去通知王爷 高管家的话 让大家听得都松口气 还以为进不去六王府吗 高管家离开 一帮人在其他人的安排下 进入六王府 然后领到一个看上去 很不错的殿堂之中 奴才立刻上茶 只有柳云能做 其他人都站在门口和他后面 而木九熙站在他半个身位后 不过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六王爷的下人都很客气 给大家都送杯茶 不过大家都看着木九熙 木九熙接过来 喝了之后 大家才敢喝下 小姐 看来六王爷带人很不错 木九熙对凤老六看高一线 柳云立刻笑道 是啊 在黄兜几位王爷中 六王爷是最和蔼和气的 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还是很英俊稳重的 柳云的娇笑可以看得出来 柳云其实不反对这门婚事 对六王爷似乎还太挺满意 但实际上 六王爷的年纪 和他爹都差不多 木九熙错愕 在他听得凤老六的印象中 以为凤老六是个心狠手辣的凶狠王爷 一直在主张攻打高云 还和凤老四暗中斗的你死我活 还以为会是个狠人 哪里想到不是这样的 这只能说明 凤老六绝对是个不简单的人 很快 高管家来了 有点不好意思道 四小姐 王爷正在陪王妃看唱戏 不方便过来 不过王爷想让四小姐过去一起看唱戏 柳云愣住 木九熙挑眉 小姐 反正都来了 就去看看吧 木九熙想着 凤老六这是唱哪场戏啊 他明知道 柳云是从外面回来 第一时间来见他的 这难道是下马威 柳云心里有点不舒服 但还是听木九熙的话 疾风 吴恒 你们跟着 其他人在这里等候吧 木九熙说道 疾风和叶无恒 立刻答应一声 跟在柳云和木九熙后面 随即四人跟着高管家 朝王府内部 这一下 木九熙知道 六王府到底有多大了 和莫尊的摄政王都差不多 到处都是景色 一般来说 西月少数少花的 但这个六王府里 却犹如苏州园林 让好久没见这种风景的木九熙 还以为回到了高云 院中那些名贵的盆栽 花朵估计都是花大价钱弄来的 光走动的园丁 就有好几个 白墙青瓦的阁楼宫殿 各种形状镂空的窗户 走廊 真的是别具一格 此刻叶无恒都是这样的感觉 六王府的风景可真不错 他有杆出 柳云笑道 我听爹说 六王府是西月皇城最漂亮的府邸 果然名不虚传 看来小姐很满意 木九熙笑道 柳云翘脸一红道 小九 你可别胡说 让人笑话去 木九熙轻笑几声 此刻的柳云 还真的有点大家闺秀的味道了 高管家一边走一边 给柳云还介绍了一下 六王妃分前院后院的 其实和皇宫布局差不多 后院都是家眷 而当木九熙知道 六王爷有一位正妃 三位侧妃 八位侍卸的时候 木九熙都有点同情柳云了 但他没想到 柳云做侧妃都不是唯一一个 是第四位侧妃 而正妃和其他三位侧妃的娘家 都是在西月实力不可小觑的实力 比如六王妃慕容揽月 爹是西月大将军慕容无忌 掌握西月一半的兵权 另外三位侧妃娘家 不是爹是朝官 就是兄长是朝官 柳云则是填补了六王爷 在世家这一块的不足 但世家就算家族再厉害 也算是江湖草莽类型 地位还是比不上正式的朝廷命官 大家畏惧世家 是因为世家高手多 江湖朋友多 人又很辣 动不动搞暗杀偷袭之类的 搞得人心惶惶 原来西月是没世家的 就因为江湖人多了 把西月弄乱了 才会选出三个世家 也是为了把这些江湖势力 给整理起来 然后为朝廷所用 时间长久了 三大世家也越来越大 和朝廷的关系 自然也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了 前方转过了几道弯后 听到了乐器唱曲的声音 还有一些欢声笑语 公园市的拱行乐门前 两边都站着好些侍卫 小老头高管家 笑着很客气道 柳云小姐 这里就是戏园 请进 柳云四人进去 就看到的一个大戏台 上面有人在唱戏 而下面关系的人很多 都是清一色的女子 一个个都是头顶珠叉环绕 身上锦衣公裙 容貌都是中上之姿 后排站着的 都有十几个奴婢 正中间的位置上 坐着一个男人 看侧面很有男人味 眼角有几条横纹 五官很立体 身穿石青色的蟒袍 光坐着 就散发一股高高在上的气势 听到动静 大家都转头看向戏园门口 第352章 做不了奴婢 齐刷刷转过来的一众美人脸 还真是很壮观 慕九夕心中感叹 凤老六真是艳浮不浅啊 这么多美人 没一个难看的 柳云则很紧张 一看这么多女人 还一个个都比她打扮得好看隆重 她就觉得自己像个土包子 慕九夕站在她后面 见她不出声 立刻伸手在她后腰点了一下 柳云见过六王爷 见过王妃娘娘 各位姐姐 柳云立刻回神 马上扶身行礼 慕九夕几个 自然也是低头弯腰的 极为低调 不过慕九夕已经看清楚凤老六了 第一眼的感觉 这男人就有帝王之相 两只耳朵的耳垂特别大特别长 让她看得很羡慕 第二眼就是 男人相貌确实俊美 帅大叔一枚 还很有男人味 一点不属于小鲜肉的哪一种 对女人还是有极大杀伤力的 第三眼 眼神多变 一会儿很亲切温暖 一会儿很严肃犀利 还有眸底睿智的暗光 第一直觉 这是一个和听闻完全不一样的六王爷 可以说还挺顺眼 慕九夕心里哑然失笑 这凤老六真是坏人的话 这迷惑性太强了 绝对不是一个好对付的敌人 有点意思 慕九夕对于高难度的人和事 一向感兴趣 还很执着 而只是一个 这个凤老六集有可能成为第二个 不知道为啥 慕九夕此刻觉得自己有点邪恶 来人给柳云小姐赐作 凤老六没有站起来 而是看了一眼后就叫喊一声 柳云一愣 难道不是立刻和她去书房私聊一下吗 还让她看戏 慕九夕又点柳云一下 柳云立刻道 多谢六王爷 很快 作为安排好了 柳云的位置果然是三大侧妃一排上 也就是凤老六 是承认她将会是第四位侧妃 慕九夕作为奴婢 只能退后到最后一排 中间隔着八大侍妾 柳云一人坐在第二排第四个位置上 很是忐忑不安 台上依旧在唱戏 好像都没被影响 女人们都在看柳云 台上戏自然是不好看 毕竟多了一个女人 来跟他们抢夫君的宠爱了 奴婢上茶 柳云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 喝了一大杯茶压压惊 喝完之后 见大家都看着她 她只能善善地笑笑 满手都是汗水 台上一曲唱完了 乐器也停下了 爱妃 刚才的新曲觉得如何 本王特意让他们排练大半个月了 凤老六低沉悦耳的声音响起 目光也是很宠溺地 看向旁边位置的六王妃 王爷有心了 臣妾很喜欢 谢谢王爷 六王妃长得是明念大气类型的 只是有了年纪 眼角的周围已经很明显 但妆容无比精致 也不难看出 年轻时候肯定是大美人一个 喜欢就好 你最近身体不太好 那心情就必须要好 至少得好一样 让目九溪挑眉 果然是渣男海王 红女人有一套 六王妃果然笑道 王爷 臣妾无爱的 对了 柳云妹妹来了 你可别冷落了新妹妹 你又多了个妹妹 高兴吗 凤老六的话 让大家都一愣 目九溪差点要笑出来 只要能为王爷分忧 臣妾都高兴 六王妃的脸上 笑容都有点僵硬了 本王看着你不太高兴 不高兴 本王可以不要 柳云一听 面色全变了 这和他预想的不一样 不过若是他能让爱妃高兴的话 本王就让他留下来 凤老六说完就侧过头来 柳云 你可有什么可以让王妃高兴的 你会唱曲吗 柳云吓得立刻站起来 目九溪从后面悄然走了过来 王爷 柳云不 不太会唱曲 柳云急道 不会唱曲 那你会什么 你爹可是说你知书达理 才貌双全的 难道连取悦王妃都不会 凤老六目光里闪过冷光 柳云吓得要哭出来 目九溪突然浮身道 王爷 唱曲这种小事 哪里需要我家小姐来 奴婢来唱就好了 凤老六目光瞬间盯在了目九溪的脸上 一容难看点的目九溪 其实也不难看 就是皮肤黄点 脸上有点质和淡斑 忽略这些 五官还是很好看的 他低着头符身着 气息淡然 没有给人紧张的感觉 你是柳云的奴婢 凤老六挑眉问道 此女给他的感觉太过淡定 这不是一般奴婢能做到的 目九溪立刻淡淡一笑道 奴婢确实是小姐的奴婢 不过跟随小姐还不久而已 今日小姐刚回黄兜 没有去刘府 先来六王府 说明小姐心里有王爷 还未进门 却先自己来了 这叫什么事 刘府的规矩就是这样的吗 一个侧妃冷嘲热讽起来 这位侧妃娘娘 注意你的态度 我家小姐进来也是侧妃 王妃娘娘都没说话 轮得到你来说 目九溪立刻冷笑地对回去 叶无恒和疾风两人满头黑线 大小剑 你这是在做奴婢吗 感觉你才是六王妃吧 这脾气实在是做不了奴婢啊 到哪里都是光芒万丈的 真的难为奴婢这个词来形容她了 你个贱婢 那侧妃背对一愣后 立刻怒道 你家小姐这还没进府呢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啪 一声脆响 那侧妃直接被目九溪一巴掌扇飞 撞到了一片椅子 瞬间女人的大呼小叫 震耳欲聋 我家小姐还未入府 你们就欺负她 这就是六王府啊 小姐 你嫁什么嫁 换一个王爷嫁不好吗 木九溪拉着被吓得快晕倒的柳云就走 站住 本王让你们走了吗 凤老六都要气笑了 但他觉得这个奴婢实在是太古怪了 怎么 六王爷这么快 就想和刘府闹翻了 我们小姐很有诚意来 你六王爷和王妃要给下马威就算了 这些个女人算什么东西 敢欺负我家小姐 若刘府这么好欺负 六王爷何必给侧妃之位 木九溪直接回怼过去 六王爷愣住 随即朝着木九溪走过来 站住 我还是黄花大闺女 你别靠这么近 木九溪见他越来越近 立刻伸出一只手掌 做出停的姿势 第353章 感觉要掉坑 全场禁忌 一个个都是愣猛样子 扑痴 叶无恒实在憋不住 直接笑了出来 一笑出来又觉得不对 立刻又入苦瓜脸 他只想说 跟着木九溪想不笑 真的太难了 吉峰看着叶无恒瞪眼睛 虽然他憋得脸红 但还是觉得叶无恒笑出来 有点不可思议 你是侍卫啊 叶大人 一个奴婢都不像奴婢了 你这个侍卫也不像侍卫啊 吉峰表示 他这个侍卫真的也太难了 大家也朝叶无恒那边看了一眼 发现是柳云的侍卫后 倒似乎不太奇怪了 毕竟柳云的奴婢 已经一鸣惊人了 凤老六看着那白皙的手掌上 还有茧子 有点惊讶 这女人会武功 小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 凤老六问道 木九溪醋眉 柳云却立刻道 她叫小九 是我路上买回来的奴婢 小九很保护我的 还请王爷息怒 不懂尊卑礼仪 不是黄兜人吧 凤老六口气很生硬地说道 柳云点点头 对木九溪道 小九 你和王爷认个错吧 我错了吗 木九溪挑眉看她 她要给你下马威懂吗 柳云怎么会不懂 可人家是王爷和王妃 这下马威肯定会有 只是她没想到这么快 小姐 奴婢说了 下马威可以 大户人家都这样 要面子 但王爷和王妃可以 其他人不行懂吗 你要做侧妃的 比他们几个哪里差了 木九溪立刻说道 丫头 好歹我们都是姐姐吧 做妹妹的进来 也得对我们客气点吧 另一个侧妃问道 那是做姐姐的吗 姐姐是这么对妹妹的吗 要点脸吧 她要客客气气 我会打她吗 那个被打的侧妃 一半脸都肿了 五指印明显 终于也是回过神来 顿时大叫一声 惨烈地大哭起来 王爷 你要为臣妾做主啊 他 他一个奴婢 居然敢打臣妾 侧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木九溪道 难道这叫有教养 说着看看凤老六 丫头 你胆子很大 凤老六都被木九溪的淡定气笑了 胆子不大 也不敢进六王府了 何况 我都说我来唱曲于乐王妃娘娘 这是我家小姐 甘愿接这个下马威 王爷是觉得还不够 木九溪目光眯了起来 凤老六此刻内心是日个狗 因为她完全没料到 柳云身边有这么一个古怪 且胆大包天的丫头 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对 王爷 不如先听听这丫头唱曲 六王妃看自己夫君的脸色就知道了 立刻提一道 王妃娘娘温柔贤淑 知书达理 真是六王爷的贤内助 多谢娘娘愿意听小九唱曲 还希望娘娘高兴了 能为我家小姐说句话 木九溪立刻对王妃娘娘扶身 木九溪这一下 又把大家弄猛了 凤老六哪怕想立刻就叫人来抓木九溪 也不能不给王妃娘娘面子 王爷 让她唱 唱不好砍她的头 一个侧妃 又忍不住跳出来了 唱得好呢 诸位是不是不再为难我家小姐 木九溪顿时转头看她们 你 你得寸进尺 今日你还能走出六王府吗 我没说我要走啊 木九溪一句话 让叶无恒再次扑斥笑了出来 这下凤老六注意到叶无恒了 叶无恒低头憋得很辛苦 凤老六看叶无恒的手 然后又看向疾风的手 最后心里倒吸了一口气 这几人实力都不弱呀 这是有备而来 他们是谁 想干什么 为何和柳云绑在了一起 多一多想的凤老六 很快就冷静下来 行了 柳云毕竟是柳家四小姐 不日就要嫁入王府 大家就消停点 小丫头 你说你唱曲 那就唱吧 王爷 那我唱得您高兴了 是不是有奖励 木九溪问道 天哪 她疯了吗 后面的侍妾们都忍不住了 居然要奖励 不杀她就不错了 这丫头脑子是坏的吧 柳云的奴婢就这么嚣张 这个柳云以后肯定不好相处 拉倒吧 我看这小丫头更像小姐 柳云是她丫鬟吧 难道她们调转进来的 此话一出 木九溪和柳云都是满头之猪啊 柳云我见过 没错 就是她 终于有点证明了一下 木九溪咳嗽一声道 从头到尾 我们小姐又没错 是王府为难小姐 现在要奴婢唱曲 那我唱得 嚎啕奖励怎么了 王爷 你说对吧 你要什么赏赐 凤老六绝对是好奇的 嘿嘿 果然还是王爷大方 奴婢不要别的赏赐 若是奴婢唱得好 回头刘府有人来 希望王爷帮小姐出出气 哦 出气 六王爷看向柳云 柳云是一脸的紧张和胆怯 嗯 柳家老爷太过分 所以奴婢想着为小姐出出气 木九溪说道 还请王爷帮忙 凤老六突然笑了 点头道 可以 既然你家小姐 以后是本王的侧妃 本王自然会帮着她善待她 谁欺负她都不行 包括她的娘家人 六王爷威武 这才是真男人 大丈夫 一言九鼎 小姐 你有福了 木九溪嘿嘿一笑 那奴婢就上去表演一回 柳云善笑 心想等下六王爷知道 刘府放弃自己 还会宠爱自己 做梦吧 不过爹都不要她这个女儿 让六王爷帮着出气 还是可以的 以后的是谁知道呢 小九说了 传道桥头自然直 自己按照她说的走准没错的 六王爷被木九溪这一夸 都夸傻眼了 这帽子给她戴得有点高啊 让她居然都有点心虚 这小丫头能屈能伸 能说会道 这特么很不简单 她觉得自己是不是掉什么坑里了 感觉有点不太好 六王妃转头看看六王爷 低声道 这丫头不简单啊 王爷小心着她的道 六王爷一愣 随即好笑道 爱妃本王难道连个小丫头都逗不过 还能被她骗不成 第三百五十四章 喜欢听马屁 六王妃慕容懒月笑了笑道 王爷 你见过这么胆大的奴婢吗 真没见过 这小丫头有点意思 凤老六笑了笑 但肯定她不是奴婢 突然外面的高管家匆忙而来 在凤老六的耳边说了一句 凤老六的面色就不太好看了 让他们等着 还有把事情先弄弄清楚 六王爷对高管家说道 是 高管家立刻去向叶无恒 疾风 和外面等候的许杰 叶寒问柳云这一路来的事故 柳云心惊胆战地 见慕九夕出现在戏台上 都觉得好像在做梦一样 慕九夕还是原来的样子 就是让人在戏台上架起了骨争 王爷 王妃 那小九就现丑了 慕九夕对台下两人笑了一笑 不是唱戏曲吗 有人说道 这是唱乐曲 那可是谁都会的 慕九夕顿时对过去 王爷 你的女人都怎么回事 这么爱插嘴的吗 我这还没唱呢 他这样礼貌吗 大家顿时闭嘴 表情都很扭曲 叶无恒又想笑了 被疾风瞪了一下后憋住 都闭嘴 就听听小九姑娘唱什么 这是打赌的 对了 本王忘记你若输了怎么办 六王爷这才想起这茶来 顿时觉得自己脑子嗅痘了 怎么被这个小丫头给忽悠了 只赌了他赢 没赌他输的呢 六王爷 你堂堂王爷 还计较这个 慕九夕扁扁嘴 鄙视一下凤老六 丫头 话不是这么说的 读肯定是有输赢的 你若是让王妃高兴了 自然要奖励 你说的条件本王爷肯定做到 但若是你表演得不好 王妃不高兴呢 六王爷顿时声音冷嗖嗖的了 不好不要钱 慕九夕嘴皮道 随即哈哈一笑道 开玩笑的 若王妃不高兴 小九就做一件 让王妃娘娘绝对高兴的事 大家都很想翻白眼 心想这丫头 真的是被人来疯 什么高兴的事 六王妃好笑起来 娘娘 等小九我输了 你就知道 不过 我还是希望王妃娘娘 能欣赏我的表演 先说好 我的风格是别具一格的哦 放心 大家都看着呢 也不是本宫说不好就不好的 六王妃被她都逗笑了 嘿嘿 王妃娘娘这么好看高贵 一定不会骗小九的 慕九夕嘻嘻嘻一笑 很是喜庆的样子 那我开始了 慕九夕开始拨弄起鼓针 叮叮咚咚几下 让大家都醋眉 后面更有侍妾们 都眼嘴笑起来 全是讽刺嘲笑之色 柳云面色确实越来越白 这小九的情迹 比她还烂啊 她到底哪里来的勇气上台去的 突然 情音就变了 慕九夕张嘴就唱了起来 树上的鸟成双对 绿水青山战笑颜 你我好比鸳鸟鸟 鼻双飞在人间 慕九夕嗓子清脆 曲声时高时低 婉转至极 让大家都听傻了 一曲完毕 慕九夕笑道 小九唱的是黄梅戏 此曲名为天仙佩 说的神话故事 怎么样 好听吗 这 这曲调好怪啊 有人说道 好听 柳云顿时叫唤起来 又特别又好听 果然别句一格 慕九夕看向六王爷和六王妃笑道 王爷和王妃觉得如何 若觉得不好听 我再唱一曲 说话间情音再起 这一次 她实在不会什么戏曲 直接唱起了网红歌谣 我在仰望 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 昨天遗忘啊 风干了忧伤 我要和你重逢 在那苍茫的路上 生命已被牵引 朝落朝掌 有你的远方 就是天堂高亢的曲子 情音的配合 唱功的加持 让大家都听得 内心有种兴奋感 一曲完毕 慕九夕擦擦额头的汗水 这又是什么曲子 怎么又很特别 这是戏曲吗 和我们的戏曲不太一样呢 这首好好听啊 我也会唱第一句了呢 我在仰望 月亮之上 有人居然直接唱了出来 我也会 又有跟着唱的 瞬间大家好欢乐地谈论起来 哎呀 我要曲谱 我要学 越唱越有味道呢 姐姐 那天先配也很好听 也很好唱呢 树上的鸟成双对 嘻嘻 唱对了吗 一般女人 瞬间叽叽喳喳地不停 慕九夕站了起来 看着大家竖起大拇指笑道 原来各位主子都是高手啊 那小九还真是见笑了 六王爷和六王妃对看一眼 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讶 王妃娘娘 小九唱得如何 慕九夕走下戏台 来到王妃娘娘面前问道 柳云连忙也走上来 有点胆怯到 小九唱得真好听 而且朗朗上口 你看大家都会哼了呢 只不定过几日 整个黄兜大家都会唱了 王妃娘娘的面容微微一变 但还是笑着道 小九姑娘 你唱得虽然有点特别 但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本宫也喜欢听 不知道这曲谱能写下来送给本宫吗 王妃这开口一讨 就说明慕九夕赢了 慕九夕顿时眉开眼笑地点头 门口叶无恒看看疾风 疾风咧嘴一笑 下巴微台 那样子好像在说 我们大小姐就不会输 叶无恒又看向慕九夕 眼眸里一上惊艳 她真的太特别了 这些曲谱真的非常特别 但又很好听 最要命的是 大家一学就会唱上两句 她居然也能内心哼上几句了 简直见鬼了 这就等于让六王妃 说不好听也不可能 毕竟能传唱起来的戏曲和歌曲 就没有不好听的 若六王妃说不好听 以后绝对会是她的笑话 所以六王妃只能说好听 慕九夕这完全是不给六王妃 说不好听的机会 六王爷似乎也明白过来了 顿时帅大叔的脸 也是露出一丝惊讶 目光看向慕九夕 小九丫头 你很聪明 多谢王爷夸奖 小九就只有点小聪明 哪里有六王爷您 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啊 六王爷一愣 随即哈哈地笑了起来 谁都喜欢听马屁啊 柳云瞬间脸红 这马屁拍得也太响了 不过六王爷似乎很受用啊 真是应了一句老话 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第355章 这丫头有毒 六王妃见六王爷笑得那么开心 自然也跟着笑起来 两人看向慕九夕的目光 居然都有点喜欢的味道 这丫头也太会讨人喜欢了 树上的鸟成双对 我在仰望 月亮之上 瞬间一帮女人 有的唱天仙佩 有的唱月亮之上 真的热闹到不行 之前那两个嘴硬的侧妃 心里都愤愤不平 但看到王爷和王妃都那么开心 只能忍气吞声 但内心居然也在学唱这两曲 怎么就那么容易就哼上了呢 这丫头有毒 凤老六见慕九夕那灵动的双眼 笑得就更开怀了 好好好 小丫头 你赢了 刘府的人还真来府上了 一起去看看 柳云瞬间面色发白 一把抓住了慕九夕的手臂 小姐 看看就看看 现在有六王爷护着你呢 你怕什么 慕九夕嘻嘻嘻一笑 对着六王爷单眼眨了下 六王爷 你说是吧 那样子 真的俏皮至极 凤老六一愣 随即笑得更大声 点点头道 你这小丫头古灵精怪的 行行行 本王给你们撑腰就是 哈哈哈哈 多谢王爷 慕九夕顿时拉着柳云行李 六王妃看看 六王爷好像很喜欢慕九夕 居然说出如此宠溺的话 实在很意外 不过脸上依旧是雍容华贵的笑 只是眼眸里带着一点思索之色 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柳云瞬间高兴起来 没想到小九这么厉害 这样就让六王爷站在他们这边了 顿时觉得 自己以后的日子有了保障 开始也能养手挺胸了 你们全部下去 本王去见见刘府人 凤老六对一帮女人说完 对王妃道 爱妃 你身体不好 也先休息 本王晚点再去看你 是 王爷 六王妃笑着点头 然后带着一般花枝招展的女人走了 那两个受委屈的侧妃 都是怒瞪目九夕和柳云 立刻跑到王妃面前去告状 你们最好安分点 别自讨苦吃 小九姑娘可不是一般人 六王妃冷冷的话还传了过来 木九夕挑眉 觉得这个六王妃 还是很有眼力镜啊 柳云 这两位是你刘府的侍卫 六王爷走到疾风和叶无恒面前 特意停下了脚步 转头问柳云 木九夕正扶着柳云走上来 回王爷 这两位其实是小九的朋友 柳云说道 我们刘府可没有这么厉害的侍卫 哦 小九 你的人一共有几人啊 凤老六这话 明显已经知道 木九夕绝对不是会被柳云雇佣的人 他们一定是有目的近黄东 但这种有实力有能力的人 六王爷自然也是极为欣赏和喜欢的 何况这小九丫头这么好玩呢 我们一共也才五人而已 我们是做买卖的 路上正好遇到柳云小姐有危险 所以被她雇佣了 好在安全进城 木九夕好像很无心机地解释一下 哦 你们是江湖中人 哪个国的 回王爷 我们确实是江湖中人 来自六国 有高云 北境 巫国 这次来 其实要去新月阁找新月阁主的 哦 新月阁 凤老六已经瞬间明白过来 这几个是江湖杀手啊 怪不得天不怕地不怕呢 王爷别误会 我们还没加入新月阁的 木九嘻嘻嘻一笑 主要我这些兄长 还想着周游列国 所以是走到哪里是哪里 当然没钱吃饭的时候 就会去新月阁走走 嘿嘿 赚点银子 凤老六哈哈一笑 算是明白了 但心里虽然放宽了些 但还是有点谨慎的 一帮人来到之前的大殿里 叶寒和许杰还在喝茶 高管家 让刘府人进来吧 说着带着柳云 木九嘻几个 进去坐下来 柳云却不敢坐 而是忐忑地 在站在门口张望 想看看是刘府谁来了 小姐 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木九嘻笑着摇头 走过去陪着 凤老六看着木九嘻那单笑的样子 很是惊讶 这小丫头几个人都淡定得可怕 这种气度 需要有足够的实力和自信 才能做得到 那么小九的五人到底有多强 能干掉柳府吗 里面刚上茶 外面突然愤怒声响起 柳云 你个死丫头 居然敢杀王术 门口的柳云 猛地身体一震 脚下一软 要直接跪下去的样子 被木九嘻一把架住 来人不是别人 真是柳云的亲爹柳家 竹柳争风 木九嘻看到柳家主长的五大三粗 满脸横肉 有股凶狠之相 实在没想到 如此粗狂的人 能生出柳云这么娇笑算秀气的女儿来 他脑海里想的柳家主 也以为是风度翩翩的帅大叔类型 实在有点颠覆他的眼光 爹 柳云嘴里只说出一个字 姑父 许杰在后面抱拳叫了一声 柳家主还没进门 就气得怒吼 混账东西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为何杀王术 为何来六王府 不先回柳府 说话间 一巴掌就对着柳云劈了过来 那架势 似乎要一掌劈死柳云似的 柳云面色苍白 木九西猛地一脚飞出 柳家主没想到 柳云身边的奴婢会出手 不 是出脚 顿时腰部 就被木九西直接一脚踢中 木九西的力量可不轻 柳家主就这么被他 踹得倒腿开去摔倒 海盗翻了的跟头才稳住 里面坐在主位的六王爷都站了起来 立刻走到门口 看到颠倒在地上还没爬起来 而是愣住了 其他人也都愣住了 柳家主后面跟着是两个家位 此刻也被眼前这一幕吓得没反应过来 所以也没去服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眼前这一幕是真的 柳家主被一个丫头直接踢翻在门口 四周还有好多人都看着呢 柳云和许杰的眼珠子都要跳出来了 唯一还镇定的就是叶无恒 疾风和叶寒了 毕竟他们已经被木九西震惊习惯了 老不死 就算柳云不是你亲生女儿 你也不用这么狠 一上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吧 木九西直接对上去 柳家人顿时回过神来 两个家位连忙把柳家主扶起来 柳家主一张蛮横的脸是清白交错 双目犹如铜铃一般盯着木九西 恨不得能射穿这个小丫头 那老脸的不可思议和愤怒 怎么都受不起来了 臭丫头 你 你是谁 柳云风气的脸走出来的六王爷 都直接忽略了 老不死 你好大胆子 看到王爷不行礼吗 木九西顿时抓到这一点 挑拨离间一下 第356章 小九不跪他 柳家主这才看到走出道门口 威严镇定的六王爷 那张阴沉的脸实在不太好看 立刻掉转身体 抱拳行礼 柳家主 你来本王这里 是教训你女儿的 六王爷冷冰冰的声音 柳家主恼怒地看了柳云一眼后 善笑道 王爷 小女不知廉耻 这还未嫁入六王府 就先来了 是在下管教不周 老夫这就带回去好好教导 不必了 本王看着柳云挺好 既然他来了 就住下吧 从今日起 他就是本王的云侧妃 财礼柳家主也早收了 这事就成了 柳家主不会有意见吧 这 柳家主傻眼了 王爷你这么随便的吗 王爷 难道不用教子抬进门吗 那 那其他人怎么说 明日本王就让大红教子 带柳云在城中走一圈 这下柳家主可满意 凤老六冷哼一声 当然 主要看云侧妃愿不愿意了 云儿 你可愿意 柳家主看向柳云 给他使眼色 柳云心里笑开了花 没想到六王爷这么给力 顿时娇笑点头道 柳云全凭王爷做主 好 很好 凤老六笑了 但目光却是看向木九熙 那意思是在说 这下你这丫头可满意了 这 这不成 柳家主急了 嗯 凤老六顿时眯眼 怎么柳家主是对本王不满意吗 还是想让云儿嫁给其他王爷 木九熙差点笑出来 之前自己就说了一句 这六王爷怕是当真了 怕柳云真的去嫁其他王爷了吧 王爷 云儿只嫁给王爷 不会嫁给其他王爷的 柳云顿时娇滴地说道 柳云 你怎么能如此不要脸 把柳府的脸都丢光了 柳家主气得都憋不住怒火 对着柳云就直接开骂了 柳云顿时气得不轻 声音都颤抖道 爹 你还当我是你女儿啊 你 你什么意思 你杀了王叔 你还是人吗 我还不如王叔了 柳云气道 你王叔跟了我多少年 你怎么能下狠手 他不懂尊备 骂我蠢货 又骂我朋友 该死 柳云气恼道 这么多年来 王叔仗着柳府的名头 做了多少坏事 死了也是活该 混诈 柳家主又要来打柳云 但看到木九熙眼珠子一瞪 他顿时憋了回去 这臭丫头是谁 别以为你是老不死 就不会死 你死我还没死呢 木九熙翻个白眼 那个王八是我杀的 怪就怪他骂我剑壁 本姑娘虽然现在做奴婢 但一点不见 所以他骂错了 就只有死 木九熙怂怂肩 柳家主愣住 这什么狗屁理由 六王爷都被木九熙的借口逗笑了 再次领会到木九熙的牙间嘴利了 也更加肯定此女不简单 实力很强 不然哪里来的底气 骂柳家主是老不死 你 你究竟是谁 一战 断头牙 那么多人都是你杀的 柳家主这句话一出 木九熙几人猛地眯起了眼睛 许杰面色发白 猛地脚下一软 差点摔倒 叶寒扶住了他 姑父 那些人是刘府派出来的 许杰不敢相信地问道 你胡说什么 我只是问是不是他杀的 他们一共五人 就是这几个吗 柳家主看向了叶无恒 疾风和叶寒还寻找莫尊 但注定是看不到的 哇塞 柳家主 你知道这么清楚 知道我们有五人啊 你是在现场吗 木九熙都要拍手叫好了 柳云眼泪横流 许杰眼睛也红了 他们真的怎么都没料到 一直想 他们死的人居然是最轻的人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 要杀他 为何不在府里 要在外面呢 难道还为了要嫁祸于人吗 连要他死都要利用吗 说 你们是什么人 居然敢关我柳家的事情 找死 柳家主猛地浑身草莽气息 就爆发出来了 木九熙直接跳到凤老六面前 委屈道 六王爷 这里是您的王府吗 怎么随便什么人 都可以进来杀人啊 到底有没有把您放在眼里的 难道这是假的六王府 我们走错了 噗哧 叶无恒和叶寒都笑了出来 疾风看看他们 表情非常痛苦 放肆 凤老六猛地怒喝一声 顿时四周的侍卫全部跑出来 木九熙看到小老头高管家 悄悄地到了六王爷的后面 高管家和木九熙对了一眼 木九熙顿时把小嘴都咧得大 大的 笑得那叫一个干涩 柳家主猛地浑身一震 顿时扑通一声 跪在六王爷面前 全部人立刻都跪下来 柳云也跪下来 木九熙被他强行拉低 不过木九熙只是单膝蹲在地上 疾风叶无恒他们都单膝跪下了 而这一幕也被凤老六看到了 小九不跪他 此女的身份必定不简单 不然就算来自五国的大家族 见到各国皇家人都是要行礼跪拜的 只有皇家人只需行礼 不用跪拜 除非见对方的皇上 那么 小九应该五国之中的皇家人 身份地位不亚于他六王爷 那就是公主或者郡主 他哪里知道 木九熙是穿越灵魂 没有跪拜习惯 只是觉得这小九越来越神秘 越来越有意思了 柳家主 你好大的胆子 是不是柳府是西月第一世家 连皇家都不放在眼里了 凤老六冷喝一声 王爷息怒 在下实在是被这逆女气到了 还请王爷谅解 他刚回城 不回柳府 在下也是很着急的 还希望王爷允许他回柳府 他娘亲还惦记着他 云儿 你娘等着你回去呢 柳家主的目光盯着柳云 没有慈爱 都是威胁 柳云愣猛 许杰也吓得面色一白 那可是他的亲姑姑 本王怎么听着柳家主 对这门婚事不太满意呢 凤老六突然阴策策地说了一句 不敢 不敢 王爷能看上云儿 是他的福气 不过这么快过门 确实是匆忙了点 还请王爷多给小女一点时间 给点时间 你还能平安送他过来吗 凤老六眯起眼睛道 若是他少了一根汗毛 本王就踏平你的柳府 第三百五十七章 我们混饭吃 柳云浑身一震 连忙看向木九熙 木九熙对他笑着微微点点头 柳家主猛地抬头看向六王爷 随即又看向柳云和木九熙 最后咬咬牙道 老夫一定把柳云安全送回来 多谢六王爷成全 木九熙扑斥笑道 柳家主 怎么回答得这么痛苦呢 王爷都已经说了 柳云已经是王府的人了 要是他少一根汗毛 你柳府可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就算到时候 你借口众多 六王爷被你忽悠 还有我呢 一战 断头牙的事情 若是发生在柳府 只怕也是很精彩的 你 柳家主被弃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女人意思是 柳云要有个三长两短 她是要屠杀柳府吗 怎么能如此嚣张 小九 你跟我一起回去吗 柳云急到 我就不拒柳府了 怕手养忍不住 毕竟有些人太贱 喜欢找抽的 木九熙说道 不过你放心 若你真有事 我小九为你报仇 柳府将一个不留 给你陪葬 我说到做到 所有人都心头震动 不知道这个小丫头 哪里来的底气 那可是柳府啊 一个军队的存在啊 但从木九熙这张 易容不太出色的 淡然的脸上 就是看出了底气和沉默 许杰万分感动 对小九立刻单膝跪地道 小九 谢谢你 木九熙立刻笑道 杰少爷 要不是第一次见面时 你的人兵打动我 我也不会烫这趟浑水 既然把你当朋友 为朋友两肋插刀 我小九江湖儿女 自然亦不容辞 说着他双手一抱一推 江湖味十足 随即他看向柳家主 又说了一句 俗话说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柳家主 你觉得这句话如何 木九熙哈哈一笑 随即退到六王爷身边 王爷 小九放肆了 请你多担待 你有实力放肆 本王就支持你 凤老六一句话 让木九熙笑了 果然是个聪明的王爷 很快 柳云被气得不轻 又没有办法的柳家主 带走了 疾风和叶寒则跟在 木九熙身边 到了六王爷的书房里 你们还有一人呢 凤老六看叶无恒 疾风和叶寒 都是气质稳重内敛 心里暗暗心惊 其中叶无恒长得很不错 润雅斯文 脸上挂笑 有股清爽儒雅之感 好像什么都刺激不到他似的 就像是大家族的少爷一样 疾风和叶寒 让六王爷的感觉 确实是侍卫 只是实力很强 心性也很强的亲性类型 能让他们做侍卫 主子一定很有能力 去新月阁了 看看紫狐狸在不在 木九熙说道 不在 新月阁阁主不在 听说在高云的新月阁 之前又去了北京 六王爷说道 哦 六王爷对紫狐狸 还挺关注的嘛 凤老六哑然一笑道 西月江湖人多 有三大世家存在 新月阁的杀手又不守 朝廷自然是关注的 怎么 很多人雇佣新月阁杀手 杀朝廷官员了 木九熙故意说道 凤老六咳嗽了一下 干笑一下道 那倒不至于 江湖杀手再厉害 也不可能对抗朝廷 惹急了 西月的大门都进不来 说的也是 江湖人就混口饭吃 木九熙清爽一下 你们这五人 以小九女为首 凤老六想多知道一点 这个五人队伍 当然不是 我们都好兄弟 只是我是女人 他们都让着我 况且 我脑子不笨 嘴巴也利落 所以 小事这些 我还是可以做主的 木九熙看着叶无恒 咧嘴一笑 小九说了算 叶无恒笑着点点头 眼中宠溺的目光 让凤老六这老人精 自然一眼就看出来了 凤老六笑笑 随即转入正题 那这次你们来西月 可是有什么目的 本王可不相信 你们是来赚钱的 哈哈 王爷 赚钱肯定要赚的 不然我们吃什么呢 不过嘛 确实也是因为受人所托 来西月办点事 哦 可否告知本王 本王也许能帮上点忙 凤老六可以说很有诚意了 江湖上的事情 其实王爷还是不要参与好 不过这一次 因为柳云和王爷交上朋友 是我们的荣幸 王爷若是有需要帮忙的 小九也可以出点力 木九熙怂怂间 小九 你们是不是来杀人的 呵呵 王爷 这话问的 我们会变成通缉犯的 本王是怕你们杀错人 若不是本王在乎的人 你们要杀谁 本王一定不会阻来如何 凤老六急到 他还真怕自己布置的一切 因为这五人被破坏掉 小九和叶无恒对看一眼 叶无恒淡然一笑道 王爷 我们其实就是受 星月格格主子狐狸所托 找到人且杀了此人 哦 凤老六面色微变 星月格格主要杀的人 为何他不发任务 不是不发 而是此人不是一般人可以对付 所以才找上我们 因为这个人练的是邪功 实力高强 心狠手辣 一般人真对付不了 紫狐狸自然不想自己 星月格杀手去送死 这人到底是谁 全和紫狐狸作对 凤老六越来越好奇 六王爷 我只能告诉你 这人不是皇家人 这你可以放心 木九熙想了想 还是不说阿芷 若阿芷和六王爷也有勾结 那又是闹笑话了 凤老六骗不出来 也没办法了 王爷 你为何要娶柳云 是看上刘府的实例 木九熙扯开话题 但柳云 其实就是一枚棋子而已 本王岂会不知 但就算是棋子 只要柳争风要脸 也不会公然反对本王 一路上 柳云被多次追杀 虽然说什么孙家 赵家 其实之前柳家主的话 已经证实是刘府自导自演 而且想嫁祸给孙家和赵家 王爷对此怎么看 昔月的形势 你们应该都了解吧 凤老六看看几人说道 皇帝年事已高 太子 四王爷和六王爷 是热门人选 木九熙一句话说透了 原来 你们也知道太子啊 凤老六冷笑了一声 显然太子两个字 让他很不舒服 第358章 情报错了吗 叶无恒立刻道 以前确实没听说太子 一直听说的是 四王爷把持朝政 六王爷主张进攻高云 呵呵 你们知道的还挺多 不过本王其实一点也不想进攻高云 但若 不以这个理由 本王也挣不到一席之位 你们该知道 本王和老四之间的恩怨吧 凤老六这句话 让木九熙四人都大吃一惊 原来凤老六根本不是主张攻打高云的 这只是一个 他夺敌需要各大势力支持的借口 这还真的大 大出乎了木九熙和叶无恒的意料之外 你们不需要惊讶 以西越现在的实力 和高云打 那不是越打越穷 还真以为几个蠢货 就能干得过高云摄政王吗 要是能干得过 三年前也不会被打到黄兜了 现在国力更差 还想着打吗 这都是自欺欺人罢了 六王爷还真是无话不说啊 木九熙都善笑起来 他居然有点喜欢这样坦然的人了 其实不是秘密 很多人心知肚明 没什么不可说的 何况本王也想和各位交个朋友 凤老六情商非常高 那王爷刚才对太子叶无恒接下话题 凤老六看了他眼道 你们应该听到的太子一直是废物吧 好吃懒做 完全不是做皇帝的料 所以才有了老四的插手 大家顿时都点头 太子确实一直不被看好 但几年前 太子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突然想通了 不过本王知道 那是因为他后面有了高人的支持 高人 谁啊 木九熙心惊肉跳 心想应该是高云四王爷末一休 凤老六看看几人的脸道 这是比较机密 本王不方便说 但可笑的是 前不久 太子突然病了 还很严重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木九熙都觉得风回路转 凤老六摇头道 不知道 本来开始强势的太子突然重病 大家猜测 自然不是本王就是老四下手的 听闻六王爷希望最大 就要上位了 六王爷还担心什么呢 太子病重 那不是更好吗 哈哈 小九 事情要这么简单就好了 本王现在被架在火炉上烤着呢 凤老六自嘲地笑笑 难道王爷不想坐这个位置 怎么会不想 就算不想 到了今时今日 若得不到这个位置 本王也是死无葬身之地 父皇就是怕这样 才一直不传位 木九熙露出苦笑道 果然皇家的水 永远是最深的 高云市 北京市 巫国也是 就不知道东城和南庆是不是了 哈哈 小九 你们也算厉害 居然知道四国皇家事情 都不是秘密不是吗 我们到处走 也是听得多 凤老六更加相信 他们是江湖人士了 本王很佩服高云的摄政王 以一己之力 镇压边关 稳定朝堂 平定高云 如此大财 若是在西月就好了 凤老六的目光里 居然真的 有对末尊的佩服和敬重 不至于吧 高云还是有不少厉害的臣子 可以说 高云的平定 是整个朝堂 对皇家政统的中心 木九熙觉得好夸张 还是要矫正一下 毕竟自己爹 白伯父 都是出了大力的 那是自然 但也需要有 摄政王这样的领军之人 一胡百应才行 本王 老四和太子 都做不到这一点 凤老六淡笑着摇摇头 难道现在不是 王爷的实力最强吗 木九熙直接问道 六王爷一愣 哑然失笑 明面上确实是这样 你看本王后院 那些女人就知道了 他们的娘家 都是支持本王的 但谁会没有底牌呢 太子现在法是最看不透的 木九熙张大嘴巴 这六王爷还真坦然 这和说自己是吃软饭的 有什么区别 见笑了 小九 你们若没地方居住 暂住这里可好 免费吗 木九熙问道 包吃包住 凤老六一愣后笑道 那就多谢王爷了 但小九有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 可以自由进出王府 不然还不如住客栈了 那是自然 本王的东聚客 单独成院 有侧门直接进出王府 你们就住那边 本王 难得有能谈得来的朋友 很高兴啊 这是我们的荣幸 木九熙对他抱拳 随即大家寒暄客气了一下后 木九熙四人去了东聚客 真的是一个很优雅独立的小院 五米外就是侧院门了 果然很方便 四人进去后 有下人立刻忙碌起来 送各种起居用品 还端来各种水果美食 小九姑娘 有任何需要 都可以告诉下人 老奴会立刻安排 小个子高管家 笑得很亲善 多谢高管家 木九熙对这个老头子很好奇 绝对是个高手 想知道他实力到底有多高 四人入内之后 凭退了所有人后 夜无横道 小九 我们就住这里了 免费啊 不住白不住 木九熙一副你傻的样子 大小剑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夜寒立刻苦笑道 我知道 不过你们不觉得 我们对西岳的情报 都不准确的吗 莫大哥的情报网 错得有点离谱吧 大家愣住 疾风更是面色一变 毕竟这里的情报网 都是黑龙军的人 也许是凤老六 故意误导我们 夜无横挑眉道 木九熙摇摇头道 我觉得不太像 暂时找不到阿芷 我们就自己来弄清楚 西岳的布局 看看是不是我们的情报网 真的出错了 木九熙眯起眼睛 他心里可不太妙 消息送到高云 都是对凤老六不利的 会不会情报网 被四王爷或者太子渗透了 莫尊知道吗 大小剑 属下去星月阁找爷说一下吧 疾风立刻说道 好 你让他夜里偷偷回来 不能让六王爷见到他面容 木九熙交代道 疾风立刻离开 夜无横问道 小九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 柳云那边不需要管了 柳家主就算再狠 也不敢真的杀柳云 六王爷虽然看着很和善 但有些事情 绝对不容掉面子 柳家主还不敢 我是真没弄懂 柳家和六王爷 到底为何要联姻 夜无横苦笑道 感觉这西月皇家 底高云还复杂 脑子不好使了 木九熙好笑地看着他 第359章 最讨厌装插 夜无横很老实地点头后苦笑道 确实不太好使了 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那就不要想 这种复杂的事情 交给墨尊就好了 木九熙黑黑贼笑 他脑子黑 肚子里坏水多得很 他要听到 一定不服气 夜无横一愣后 哑然笑了出来 九熙 你若和他比 我看也差不到哪里去 无横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我一向直来直去 不懂就问的 哪里像他那么多滑滑肠子 木九熙果然是不服气 也对 凤老六和柳家主 都已经被你的直来直去 吓得不轻了 夜无横笑了起来 这叫实者虚之 虚者实之 好了 你们都是洗漱休息 一路赶来 大家都需要好好调整一下 我也去松松骨头 三人点头 立刻回房沐浴更衣 加上直接睡觉 高老头几次在外面游走 发现他们三人 真的很放松地睡觉休息 都觉得不可思议 看来果然是没有多少 花花肠子的直爽江湖人 他也很安心地 去六王爷那边汇报了 夜晚 休息好的木九熙三人起来 用晚扇 六王爷很热情好客 上的都是好菜好饭 让木九熙满足地直摸肚子 不过六王爷并没有来 因为他有客人 高老头对木九熙透露 客人是四王爷 这让木九熙都震惊 这两兄弟 表面看上去不错呀 这么光明正大走动 说六王爷想让木九熙去一趟书房 难道四王爷知道了 想见见我 木九熙看向夜无恒 很有可能 毕竟当街杀了王叔 让柳云进六王府这事情 很多人都亲眼所见 夜无恒说道 也许还有驿站和断头崖的事情 木九熙挑眉 四王爷估计是怕我们被凤老六收买 有道理 那你去吗 夜无恒说道 去 当然去 我恨不得太子也一起来了 这样三兄弟 我看看谁最顺眼 木九熙笑道 夜无恒一愣 哑然失笑 什么严肃的事情 到他嘴里说出来 怎么就这么轻松搞笑呢 我跟你一起去 夜无恒说道 不 木尊还没回来 夜寒跟我去就好 木九熙严肃了一点 夜无恒看他外面的天色 点点头 木九熙还是之前易容的装扮 不漂亮也不丑 只有一双眼睛 充满了灵动脚侠 给人感觉就是 只能记住他的眼睛 记不住他的向往 夜寒没怎么易容 皮肤密色一点就行了 给人感觉 就是标准的侍卫中仆 来叫的不是高老头 是个小奴才 让他们来到书房 木九熙白天来过 自然认识路 不过小奴才突然在 不远处的树下停下了脚步 转身对木九熙道 小九姑娘 遛王妃让奴才 转告姑娘一句话 哦 王妃娘娘 木九熙错愕一下 曲谱 她都忘记这茬了 不是不是 是王妃娘娘说 希望和小九姑娘 单独见一面 小奴才急道 王妃娘娘要单独见我 为何 小奴才摇头道 这个奴才就不知道 若等下小九姑娘回得早 就去后院找一下 说完小奴才立刻就跑了 木九熙都没答应 但看来 她是不能不答应 叶涵靠上来道 大小姐 这王妃娘娘 为何要见小姐 我也不知道 不过白天看六王爷 和王妃之间 相近如宾的样子 我总觉得有点假 木九熙好笑道 没事 回头去一趟就是 叶涵没有意见 跟着她走向书房敞开的大门 里面灯火很明亮 还有交谈的声音 门口侍卫看到木九熙 立刻禀报了一声 小九丫头 进来吧 凤老六似乎很宠爱 木九熙的口吻 木九熙让叶涵等在门口 自己跨过高高的门槛进去 主座就是六王爷 一脸笑容 看着挺慈善 左边第一个位置上 坐着一个比六王爷 看上去还老的家伙 着装打扮加气质 一看就是四王爷 只是木九熙还被郁闷到了 四王爷长相比六王爷差了些 而且面相很是威严犀利 感觉就是不太和善 不好相处的样子 所以这个凤老四主张 先养后战是真的吗 他怎么感觉 这两位王爷是反过来的呢 小九 这位是四王爷 老四 这位就是小九姑娘了 凤老六介绍一下 小九见过四王爷 六王爷 木九熙抱拳行礼 但绝对不跪 小丫头 见到本王不跪吗 果然四王爷立刻就发难了 六王爷刚想说话 木九熙就直接皮笑肉不笑道 小九从小到大 只跪天跪地跪父母 何况我不是西悦人 还请四王爷海寒 老四 小九确实不习惯跪礼 凤老六笑着说道 凤老四顿时眯起眼睛 你还真的是胆子挺大的 不过既然如此 本王也不勉强 四王爷 那你就错了 小九很胆小的 虫蛇鼠蚁 小九都很害怕 唯独不怕杀人对吗 四王爷的眼神 越来越犀利了 木九熙哑然失笑 看向六王爷 老四 小九丫头是陈地的客人 你这么问过分了吧 四王爷看了他一眼 又看向木九熙道 你笑什么 谁规定笑都不能笑了 人都能杀 难道笑不能笑 这是四王爷 您颁布的法令不成 木九熙一副逗你玩的样子 特么的 最讨厌在古奶奶面前装插的 这是已经知道 他是杀手了 还这么问 有意思吗 六王爷一愣 面容抖动一下 见识过木九熙的嘴上功夫 他觉得自己都不需要说话 放肆 小丫头 你别以为你不是西悦人 本王就治不了你 四王爷果然反应过来后 就威严起来了 叫我来 就是为了治我 那叫我来干什么 小九不奉陪了 木九熙转身就走 特么谁给你的脸 放肆 古奶奶还放五呢 有本事当着凤老六的面打他 那他就佩服四王爷的果断狠辣 站住 四王爷差点心脏病都要犯了 许杰听王说的话更心冷 辜负对他